我一直想要努力的學會怎麼去 愛 有時候覺得愛這個字 對我來講好難 因為我是單親家庭 然後印象中就是 小時候家裡又窮 然後好像潛意識裡面有一種覺得 我是要當一個爸爸 然後我媽媽像我妹妹一樣 然後我要保護她 其實常常會變成是 就很像道明師 我很八道的管我媽媽很多東西 我看別人跟家人相處 比如說媽媽我愛你啊什麼的 我就很不會 因為覺得好像小時候欠缺某一種 我不知道 所以有時候像在談感情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 比如說遇到另外一半 明明是應該要很關心她 可是可能 可能我會像 像跟我媽媽相處一樣 我會用一種 很奇怪的方式表達愛 比如說像我如果媽媽有時候不小心受傷 可能我的第一個反應是 我會先生氣 想要告訴她說 你要保護你自己 你要健健康康的 可是我表達出來的 可能不是像我現在講話的這個方式 我可能就是會說 你怎麼那麼 怎麼回事啊 又不上了 對 我發現我在對女生的時候 我有時也會這樣 因為以前比如說 我曾經有一個感情是 可能對方要說要分手 然後那時候 其實我是難過的 但是你知道 有時候那個難過 你在對方面前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表達出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單親的關係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跟我家人 可是我背地裡 我跟朋友哭啊 然後我就講 我說我好希望我現在有一個 小叮噹的 可以伸長的那個樓梯 悄悄窗戶 然後跟她說對不起 我覺得我有很強大的愛 但是好像 再要表現出來 或是想要講的時候 我又 我又有點不知道該怎麼 怎麼 所以我還是沒有那個勇氣 如果有一顆流星華鍋 你可以取一個願望的方法 會是什麼 我自己也很想要談一個 就是你知道 所謂很多人說的 轟轟烈烈的那種戀愛 我會享受那個快樂 比如說如果你真的 遇到一個你很喜歡的人 我覺得就是要努力吧 就是不要那麼輕易的放棄 如果還有機會 然後如果兩個人 還可以緊緊的手牽手 有時候 手可以緊緊牽著往下走 那些事情 其實是最難的